请大家一起预备心同心莫道 Amen 奉主耶稣圣明举办洗脚礼 我们请会众一起起立来唱诗295首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 在这一次灵恩布道会的带领 感动我们许多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布道聚会 也让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帮忙参加的灵恩会 最后还赏识我们两个新的同龄来加入 我们属灵的家庭 在我们的基本信仰里面包含三个圣礼 就是早上的洗礼 现在的洗脚礼以及等一下的圣餐礼 这三个圣礼都有它具备的条件 就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 亲自做示范 是主耶稣吩咐门徒应当要遵行的 以及跟我们的得救有绝对关系 我们来看洗脚礼的这个部分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 一节与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二节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家里人犹大心里三节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第四节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束腰五节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述的手巾擦干六节 哀悼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七节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八节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了 九节 信门彼得说 主啊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十节 耶稣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 十一节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十二节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十三节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十四节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十五节 我给你们做的榜样 叫你们照着 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十六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猜人也不能大于猜他的人 十七节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这里记载主耶稣当日设立西角里的经过 从这里我们看出 这个洗脚里是耶稣当日亲自设立的 是耶稣亲自做示范的 那也是耶稣吩咐门徒要遵行的 并且在洗门徒的脚 洗到西门彼得的时候 彼得原本不接受 因为他心里想说 让老师来洗学生的脚 这个不合体统 所以他原本不敢接受 他没想到主耶稣 却告诉他说 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 你就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无分 这些门徒 他们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 就是为了要跟耶稣有份 跟主耶稣的救恩有份 跟主耶稣的天国 跟主耶稣的永生有份 没想到不接受耶稣的洗脚 就没有 跟主耶稣就无份 跟主耶稣的救恩无份 跟主耶稣的永生无份 所以彼得他说 那这样的话 那不但我的脚 我的头 我的手 我全身都要给你洗 可见彼得他知道 这个严重性 不接受耶稣的洗脚 就失去主耶稣 所赏识的永生 跟救恩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洗脚礼不但是耶稣设立 耶稣做示范 吩咐门徒当遵行 也跟我们的得救 就有关系 这个是洗脚礼 在这个典礼上 在教义上的这个道理 那除了在典礼上的 这个道理之外 洗脚礼还有一些 这个教训上的这个道理 Aside from the basic teaching behind the practice there is also some truth to it 主耶稣借着洗脚礼 要教导门徒 一些应当要在生活上 来实践出来的 Jesus wanted to use the practice of foot washing as a teaching for the daily lives of his disciples 这个跟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灵性的成长 教会的发展都有关系 there is a benefit and a relationship to our spiritual cultivation as well as the growth of our church 第一个就是爱心 first is love 在十三章第一节这里 谈到主耶稣 他知道自己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到了 Here in chapter 13 verse 1 Jesus knew that the time had come for him to leave this world 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He said that he had loved his own and now wanted to show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 什么是爱到底 What is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 爱到底的意思就是 是毫无保留 That he wanted to preserve 没有条件 That he had no conditions 耶稣就是用这样子的爱 在爱我们 He used that sort of love to love us 不是说我们值得 主耶稣爱 我们可爱 主耶稣才爱我们 It is not because we are worthy or that we are adorable So that Jesus decided to love us 当我们还是罪人 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 耶稣基督已经爱了我们 Even when we are sinful and not deserving of love Jesus still loves us 这个就是神的爱 This is the love of God 那神也期待我们 用这样的一种爱 来彼此相爱 And God has this same expectation of love that we should have towards others Oh,不是因为你对我好 我才对你好 It is not about reciprocating love Oh,我们能够超越 虽然你对我不好 但是我还是愿意对你好 We must be able to have the heart such that if someone does not treat us well We are still willing to treat them well 这个就是西教理 关于爱的教导 This is the teaching of love that is taught in the sacrament of foot washing 那再来 主耶稣在这里 藉着西教理 也在提醒当中 要出卖他的那个犹大 In the sacrament of foot washing Jesus also wanted to make a point about his betrayer 说你们虽然是干净 但不全都是干净 He said Even though the whole body may be clean One of you is not clean 因为当中有人弄脏 Because that means that one person had sullied 所以西教理也在教导我们 应当要保守我们的圣洁 And foot washing tells us that we must preserve our holiness 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把我们过去的罪 通通洗净了 And today through the blood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have been cleansed of our sin 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我 The Lord Jesus gives us a renewed self 那我们就应当要珍惜这一份的恩典 We must treasure that blessing 要保持我们的清洁 We must preserve our holiness 不要诱走以前的这个罪恶的道路 We must not follow on that old path that leads us to sin 过同样的生活 That same habits that we live in our previous life 我们应该要有所分别 We must be able to discern 我现在是神的儿女 We are now the children of God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I am no longer of this world 我是属神的 I belong to God 是属神国度的人 I belong to the kingdom of God 我是神的儿女 I am the child of God 我是神国的公主 I am the prince or princes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 That's why we must treasure this identity 那第三个 在这个西教里 主耶稣也要借着来教导我们 要懂得谦卑服侍 And the third teaching behind the sacrament of foot washing is to understand humility 耶稣不但是天上的神 更是门徒的老师 Jesus was not only the heavenly father But he was also the master of these disciples 竟然就像个仆人一样 来洗门徒的脚 That he would lower himself to be like a servant To wash the feet of his disciples 脚可以说是我们全身 比较容易弄脏的肢体 The feet are considered The most easily dirty part of the body 尤其我们工作了一整天 回到家里 鞋子一脱 我相信那个味道 大家都会受不了的 Especially after a hard day's work Once you return home and take off your shoes I'm sure that the odor from your feet May be hard to stand 主耶稣却洗门徒的脚 However Jesus washed his disciples' feet 这个也告诉 在教导我们 今天我们也要学习 耶稣他的谦卑 他的服侍 This teaches us that we must also Be humble like Jesus to serve 我们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When we enter into this spiritual family 我们不再是客人 We are no longer visitors 不再是等着人家来服侍我们 We do not wait for others to serve us 我们是反过来要来服侍 要来帮助人的 We in actuality are to serve others This is what Jesus also intends to teach with the foot washing 那再来 主耶稣借着洗脚里 还要教导我们饶恕的道理 And the other thing that he wanted to teach us was about forgiveness 耶稣在洗这些门徒的脚 As Jesus was washing the disciples' feet 当然也包含那个 即将要出卖他的犹大的脚 Which included the feet that belong to one of his betrayers, Judas 耶稣明知道 这个家伙等一下 要去出卖我 要去通风报信 找人来抓我 Jesus knew that Judas was going to betray him to find captors that would capture Jesus later 如果换人是我们的话 可能啊我们就不客气了 If it were us we would be not of the same mindset 看啊你这个 等一下要出卖我 我现在把你脚给扭啦 看你等一下怎么出去 If we were to approach our betrayer we would probably try to break their ankles instead 但主耶稣没有这样做 But Jesus did not do that 而且主耶稣也没有说 就跳过他就跳过他不洗啦 And Jesus did not skip over him as he was washing the feet 完整哦 你要出卖我 我不想跟你有关系 我不要跟你有份 As if because of the betrayer he did not want to part with him 但是耶稣还是接纳他 But Jesus was still accepting of him 多么希望啊这个犹大能够醒悟啊 能够悬崖勒马 such that Judas might be able to awaken one day to learn from it 主耶稣也没有说啊 就随随随便帮他洗一洗啊 你自己擦干 Jesus wasn't half-hearted in washing his feet 耶稣还是跟其他洗其他门徒一样啊 用手巾啊 帮犹大的脚擦干 不留任何的痕迹啊 Jesus wholeheartedly washed Judas's feet just like he did with all the other disciples including using the towel to dry off his feet completely 労恕人 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做思考 forgiveness is about trying to stand in the shoes of the other person and to ponder 让对方不但接受 而且还保留他的颜面 it is about to accepting and understanding and empathizing the other person's view 没有受到羞辱 这个才是真正的饶恕 for someone not to be accursed is to have true forgiveness 好 这个也是洗脚礼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道理 this is another teaching that the sacrament of foot washing teaches us 好 所以我们借着刚刚的分享 so we use the sharing that we had just 我们知道洗脚礼跟我们的得救有关系 we know that foot washing is related to our salvation 我们也学习到洗脚礼要教导我们彼此相爱的道理 we know that foot washing is also about treating others with love 要保守圣洁 that we must preserve our holiness 要效法耶稣谦卑服侍 that we must be like Jesus in being humble in our servitude 效法耶稣彼此饶恕 and that we must be forgiving of one another 那如果我们这么去做的话 and if we are to do so 主耶稣应许我们说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then we will be able to do as Jesus said that we will be blessed 愿我们都能够真正地从主耶稣那边 来领受这个福祭 借着我们来实行洗脚礼的道理 because we will be able to receive in the joy that has been taught to us through the sacrament of foot washing 我们现在就要为新受洗的同灵 来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洗脚 and now we will proceed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commence the foot washing for our new sisters 那我们请新受洗的接受洗脚的同灵 把你的鞋袜脱掉 so we now ask our new sisters to remove their shoes and their socks 我们请王汇凤姐妹 来执行洗脚礼 and we will now invite Sister Wang to commence with the foot washing 那等一下执行圣礼的人 在帮我们洗脚 我们就默导感谢 如同主耶稣在洗我们的脚一样 and so as we proceed with the foot washing let us all pray as we do for baptism to guide in the ceremony 我们会中 我们继续来唱赞美诗 295首 for the congregation let us continue to sing hymn 295 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洗脚礼 就举办到这里 thank God that concludes our sacrament of foot washing 我们接下来请田慧王传道 来带领我们的圣餐礼 we now invite Pastor Tian to lead us in our sacrament of the Holy Communion 我们一起末道 let us pray in silence 我们一起末道